昨天傍晚 一艘帆船載著九名乘客 從墾丁南灣出航去體驗帆船活動 但是在行進河三場出水口 受鋼索突然斷裂 導致這圍桿傾斜 沒辦法正常來航行 當時的海巡守望人員發現 就立即出動了這個救生艇 前往來救援 而由於在船上 有七名兒童不安水性 是由救生艇再返到這個後壁湖的 漁港 至於帆船 以及兩名工作人員 則是由水上摩托車拖回南灣 安檢所守望人員發現後壁湖 漁港港嘴右側疑似有一艘帆船 故障拋錨於是派出救生艇 緊急出海救援 並通知海巡艇在旁借護 船上受困的九人中 有七個人都是小朋友 海巡人約於是將他們一一接駁上船 原來這七名小朋友 是在九號下午從南灣出航 結果在河山場出水口拋錨 無法正常航行 驚查一艘無動力帆船 搭載九名成員 至南灣出航體驗帆船活動 於位於區海域發生 缸染斷裂造成為桿傾斜 無法正常航行 現好人船均安 除了七名小朋友 由救生艇再迴於港外 搬船船長及一名工作人員 則是水船 由水上摩托車拖回南灣 對於海巡機是出動救援 船長及小朋友家屬都很感謝 海巡也提醒暑假期間 墾丁海域水域油漆活動熱絡 民眾從事水上活動 要格外注意安全 記者李安平 評論報導 記者李安平 評論報導